下面这个故事叫车祸 这年冬天家里挺闲 没啥重活 再加上接到吉林的姨姥姥家亲戚来信 说是家里小儿子要结婚 姥姥决定带着大姨二姨去吉林的姨姥姥家串门 顺便散散心 于是在吃完下上饭之后就跟家里人说了 没等姥姥说完 邓姑姑就接口道 大姐我在咱屯子也带腻了 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呢 要不你带上我一起去吧 这个时候的邓姑姑已经是一口地道的东北腔了 姥姥是聪明人 一听就知道邓姑姑是怕她和姥爷在家 孤男寡女被人说闲话 所以才要求同去 姥姥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就这样定了后天出门 大姨二姨将自己常用的衣裳啥的也都准备了包袱 那时候农村出趟门不容易 基本去了就会待个十天半来月的 姥姥又去了后臀 跟刘婶的轴里订了车 车了板正好在家 听说是远道的 虽然认识 却还是详细的问了一下地址才答应 当下付了定情 说好了后天一早 来李家屯接老了他们 后天一大早 好久不出门 兴奋不已的二姨就早早的起来梳妆打扮 那时候二姨没有大姨能美 大姨是心思活络型 早早的就知道用烧过的火柴杆画眉毛了 打扮出来也是水灵的妹子一个 二姨所谓的梳洗打扮 就是把平时像花脸猫一样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把平时随手抓起来的头发细细的用壁子通开 让姥姥给抹点头油 梳得溜光水滑 编成辫子 自己弄好了头发 看着邓姑姑在一旁挽发簪呢 于是又过来帮着邓姑姑梳头 其实啊 就是帮倒忙 二姨就是喜欢跟着邓姑姑瞎掺和 邓姑姑呢 拗不过她 只好放开了让她折腾 折腾一早上 大伙也都收拾利索了 吃过早饭 姥姥又把道上该吃的干领给包裹起来 将送给姨姥姥家的货物礼品轻点了一遍 又嘱咐老爷家里柴米油盐都放哪 叮嘱舅舅们要听话 都安排妥当了 就等着车了碗来接 姥姥又想起带了干领没带水 连忙找水葫芦灌水 一会儿的功夫 门外响起了响亮的三声 马鞭破空声 老了知道车来了 忙带着大姨二姨和邓姑姑拎着行李往出走 冬天嘛 车老板子穿得跟狗熊似的 但是车里还算暖和 这大马拉的车 夏天是敞篷 冬天车老板就会搭个棚子在后边 用棉布帘子盖好 几个人进了车里 满满的挤座一团 二姨不算是第一次出远门 但还是兴奋的拉着大姨说个不停 大姐啊 你等一会儿啊 我去跟我哥打个招呼 那车老板子边说边往刘婶家走 哎你去吧 俺们不着急 姥姥答应着 过了半天 那车老板子才拎回了一个包裹出来 边走边跟姥姥说 大哥让我好好驾车 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娘几个 说这些年呢 受你们照顾了 都不知道你们住这么近 那车钱啊 到回给你烦点 这车老板实在 边说还真的从衣服里往出掏钱 哎别别别别 一马归一马 这大冬天的跑这么远 本身呢 就操了你 车钱再少收 我们怎么跪得去呢 姥姥连忙拦着 说死也不收这钱 行了妈 你们别思巴了 赶紧上路吧 二家都寒冷了 大姨最不喜欢看这撕扯 推辞的事情 就出声阻止 可不咋的 咱赶紧走 大姐你不收也行啊 回来让我家 媳妇给你做顿好吃的请你 那车老板憨厚的笑了 于是 大家在车上坐坨了 大 大 随着车老板的呼吓 颠簸着 马车开始行进了 邓姑姑一直很安静的坐在角落 闭着眼睛 盘着腿 像是在打坐的样子 刚才也没插嘴说话 老了知道 她喜欢安静 见怪不怪 只是管着二姨 不要去骚扰邓姑姑 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场 二姨觉得自己 这屁股都要颠成八瓣的 这时候 只听车老板子 鱼的一声 马车停了 车老板一掀棉帘子 对姥姥说道 大姐啊 前边屯子有歇脚的地方 咱打尖吃个饭吧 行啊 这片你熟不 你挑个人家 姥姥点头同意 到了屯子里 随便找了一户人家进院 说是打尖的 那家人也都很热情 当下就给烧水做了饭 姥姥也舍弃了硬邦邦的干领 道声打扰 让大伙围坐在炕上 吃了顿热饭 这边跟这家大婶子聊了起来 大婶知道 是要往吉林走 忙说 那你们呢 肯定从小道那边过呀 走小道那边的时候啊 可得注意点 最近下大雪 这路呢 都踩实了 跟冰面似的 那道声啊 都出了四五起事 都是马车打滑摔沟里了 你说怪不怪 那沟要说深也不深 平时人摔进去 那么厚的雪 根本没啥事 但这几次 回回都死人 现在我们屯子 往吉林那边走啊 都绕道 你们来的不巧 前两天下大雪 该绕那条道啊 堵死了 就剩这小道了 车老板一挥手说 哎呀大姐 你说这话 不含着我这 驾车技术呢吗 别的不说 就我赶这十几年的车 我这马 我让他走他走 让他停他停 我就是让他站起来 他也得给我俩腿立几分钟 再说了 除了钱呢 我特意看那马蹄子 那马蹄铁好好的呢 肯定不能打滑 又转头 对姥姥说 你就放心吧大姐 妹出事这一说 那婶子看车老板这么自信 也没多话 只是邓姑姑 微微的皱起了眉头 吃过饭 大家要歇歇 二姨却见邓姑姑 拿起了笔和朱砂 要了一碗水 在黄纸上画了什么 然后就吹进了怀里 马上就要赶路了 姥姥递给大婶饭钱 大婶说啥不收 又是一顿的丝吧 那时候农村人都实在 一顿饭还真算不了啥 大婶推托不过 拿了之后笑着说 这一顿饭有啥的 你还给钱 这么的 你回来的时候再来你家 我给你整顿好点的 姥姥谢过大婶 又拉着大姨他们上了车 往前走了一段路 二姨掀起门帘子往外看 只见一望无际 被雪覆盖着的田野 进处道旁的树 都成了白色风景的一部分 耳边则是 马蹄踏雪的吱吱声 前面不远 就是那婶子说的小道了 这道还真挺险的 左边靠山 右边则是一到夏天 往田梨饮水的水沟 怎么也得有个两米半的落差吧 沟边也没有树挡着 偏偏这条道还七拐八弯的 要是翻车还真容易 车老板也放晚了心神 收住了马车的速度 开始小心翼翼了 这时候邓姑姑忽然探头 从怀里掏出一道符纸 直接插在了车园子 挂灯笼的铁钉子上 然后对着车老板子说 大哥 你赶车的时候 看着点这纸 它要是寡飞了 你就立刻停车别动 车老板子笑了笑 他姑啊 你这是不是耍我呀 你看这风糊糊的 你这纸不眼瞅就飞呀 那我现在就停呗 就这么说着 忽然嘴就张大了 也不怕灌风 就这么愣住了 邓姑姑插上其他那道符 在冬天凌冽的北风里 纹丝不动的 静止在了钉子上 连飘都没飘 姥姥知道 这里头有说的 就对车老板说 大兄弟 你就听我妹子的没错 我家妹子有仙附体 说的话都灵 姥姥并没有说邓姑姑的出身 她只是用农村人最能接受的保家仙 将邓姑姑最不得说出的绅士隐去了 邓姑姑感激的看了姥姥一眼 随即又闭眼大坐入定 车老板子 看邓姑姑露了这么一手 心里服了 想着 这出马的自己咋还不知道呢 看这样啊 好像比周老太太还厉害 啥时候能给自己算算财运就好了 想是这么想 她的眼睛也一直飘着这张符纸 果然符纸还是一动没动 这小道又窄又长 二姨坐在车里 就觉得心里秃秃的 一会儿左转 一会儿右转 自己都要头晕了 她就嘴快的说 妈 我都晕了 你说那马晕不晕 呸 就不知道说好话 你个闭嘴 正说着呢 只听外边猛的 呜呜的一声 车老板子 立即掀起棉帘子 对邓姑姑说道 太哥 你那符纸 符纸飞了 二姨忙往钉子上看 果然 符纸已经不在这上头了 邓姑姑脸色一白 焦急的对车老板说 大哥 你赶紧靠边停车 把马拴住 大伙赶快下车 虽然不明就里 姥姥还是领着大姨二姨下了车 北风一吹 二姨顿时觉得自己动透了 她刚想去邓姑姑跟前问 为啥不能上车 车里多恼 却见邓姑姑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还是上次那把剑和木盘 然后还有几枚铜钱 邓姑姑从小道来来回回的走了两遍 终于找准了一个地方将铜钱往雪里插 埋完了铜钱 邓姑姑开始绕着沟边的一棵小树走步子 这树就长在沟边 邓姑姑没法绕成完整的一圈 急得汗都下来了 就在这时 对面的道上忽然传来驾驾的马车声 邓姑姑一惊 猛喊车老板子赶快去拦住那辆车 车老板应声过去 却立即闪声回来 这马车跑得太快了 马根本就来不及收拾 就这样冲出去拦车 自己非被撞死 于是他大喊停车停车 呼喊声被北风撕的粉碎 那辆车驾车的 根本没听见车老板子喊什么 还啊啊的问呢 只见那马脚下一滑 整架车就翻在了路上 眼见一个人从车里甩出来 掉进了伸沟 二姨只瞥见邓姑姑 立即掐绝对着掉下去的人 喊了一声急 这边车老板见有人摔了出来 已经快速上前 几步就跃下伸沟 艰难的将那个人抬了上来 沟下的血能有半米来深 车老板的膝盖都磨进去了 人抬上来已经是口鼻流血 但是探探还有气 邓姑姑连忙取出银针 对着那个人的穴位下针 只是手被冻的发麻 怎么也找不对穴位 只好先哈气暖手 这头上急得都出汗了 这一会儿功火 姥姥和大姨已经将那边驾车的 和车里另外两个人都拉了出来 这三个人伤得很轻 都是磕碰伤 几个人来到邓姑姑面前 只见流血的这个人浑身一阵的抽搐 然后就没声了 邓姑姑看着死去的人脚上的一只鞋 另外的一只被甩出去的时候 已经掉在了血地里 只是难难的说 命啊 偏偏鞋就掉了 姥姥知道邓姑姑的意思 一般这种车祸也好 横死也好 只要脚上的鞋丢了 基本上 命就保不住了 后来 二姨因此发明了一种 牢牢绑住鞋带的方式 说是鞋不掉 就有希望保命 或是已经发生 那几个人哭的都断了声 只能将尸体弄上车 他们的马已经扭了脚 不能走路 姥姥好心 让车老板子 先将这几个人 送到刚才来的那个囤子里 车老板二话不说 立马让那几个人上车 人多坐不下 姥姥跟着他们在后边走 于是几个人 又回到了那个沈子家 一阵的急敲门 沈子看到车老板身上带血 吓坏了 以为是二姨他们的车出事了 后来一看不是 才稍稍放心 可是不论是谁 毕竟是一条人命 大家只是劝那家人节哀 心里都知道这话没用 哪有死了人的不哀伤呢 沈子还是给做了热饭 并没有顾忌死人放在他家当院 邓姑姑回来 就上看画府 让车老板子去尸体前烧了 说是去利器 防止祸害周围的人 二姨不懂 但是看着尸体 还是害怕 就这么着 天就晚了 只能求沈子 在家收留一晚上 沈子将自己家的西屋 给姥姥一家人倒出来 让车老板和那家人 去邻居家借宿 当晚 邓姑姑一反常态的 跟姥姥说起了刚才的事 大姐 其实这条路上 第一次翻车死的人 没有抄上 反而是做了厉鬼 在不断的拉梯上 这一次次的 每回都死人 邓姑姑听说之后 就有感觉 心里突突的 觉得要有事发生 本来想趁着没出事 摆个阵 把恶鬼压下去 谁知道 阵法未成 这个车忽然就闯了过来 鬼还是先踏一步 把人弄死了 线下 他就是要将 新死的人的鬼魂找到 不能再让他 继续飘荡在小道上 害人了 姥姥并不惊奇 鬼拉梯上的事 他也听得多了 只是问 刚刚这个人的尸体 就在这 你超度不行吗 邓姑姑摇摇头说道 车祸已经发生 他当时 就是想拦住 这个人的灵魂 但是阵法未成 咒语没管用 现在 这个人只是去了力气 魂魄还在这小道上呢 只是天黑了 时辰不对 这收服啊 更困难了 姥姥紧皱着眉头说 这么晚了 想是不能再有车走夜路 要不咱明天一早过去吧 你今天晚上别去了 我也不放心呢 邓姑姑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 姥姥和邓姑姑天不亮就起来了 邓姑姑晚上已经化好了咒服 整理利索了 就要出门 二姨虽然练着被窝的温暖 但是还是好奇 邓姑姑的本事 非要跟着去 到了昨天 发生车祸的地点 还是昨天那棵树 邓姑姑早管那个绳子 要了根麻绳 系在腰上 让姥姥拉好他 他又按照昨天的步子 开始围着那棵树绕圈 有了绳子的支撑 他终于可以绕完一圈 然后 他又检查了 昨天埋下去的铜钱 幸好还都在 只见邓姑姑双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忽然他力声道 六道轮回 寿命在天 既已成鬼 何不就去 道不伤人 却可损鬼 若隐天雷是魂 永世不得超胜 二姨并没有看到旁边有什么异样 只是越发的感到阴冷 冻得他嘴唇直打颤 忽然旁边的雪地里 隐隐的刮起了一阵血雾 卷着残血 冲着邓姑姑就过去了 邓姑姑看了摇摇头道 执迷不悟 今天我不灭你 暂困你五十年 去醒悟吧 说着 左手掐绝 右手挤指那团血缝 道了一句 武神机令 疯鬼 那旋缝夹着血沫 转得更急 却原地不动 最终 慢慢的消声匿迹 邓姑姑 舒了口气 对姥姥说 行了 咱们可以回去了 姥姥不再多问 只是扶着已经脱力的邓姑姑 回到了沈子家 对那家人说 回去好好安葬家人吧 以后多去出事的路上祭拜一下 好早日超脱 那家人并不知道 邓姑姑所做之事 唯唯地答应了 二姨一家人 又坐上了去吉林的马车 一路上平平安安 再无祸事 只是车老板子 喋喋不休地缠着邓姑姑 要给他算命 邓姑姑和姥姥相视一笑 对车老板子说 你呀 命中三子一女 中年奔波 老年享福 你四十六转运 有大富贵 满年庇佑子孙 别说 邓姑姑说的都对了 四十六那年 车老板子在道上救了一个城里当官的贵人 成了那个人的恩人 也因此富贵 晚年 也因此人的权势 将家里人都安排好了 至于那条小道 从此再也没有出过事故 不过 过了五十年 那厉鬼会不会再出来害人 我就不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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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